好继续啊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BGP的多条邻居这块 多条邻居检测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R1和R2 我们就不是10.1 可以是EBP也可以是IBB 只不过使用 还一会接邻居了对吧 还一会接邻居 好 我们先做一下看看效果 Router BGP1 NoNeighbor10.1.12.2 RouterBGP2 NoNeighbor10.1.12.1 对吧 咱们先把这个Neighbor 对端的还一口 给敲上 对吧 R这块 Neighbor 敲上 就是 IB对不对 不然这是EBP但是多条环境 对不对 说一下 好 那现在我们看看EBP多条环境 对吧 要把鲁白灵口吃烫掉 我在R2这边 零光源会不会大 路由 会不最优 但是会不会消失 对吧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敲过那个Fall over 对不对 但是Fall over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 是根据RGP的收链速度来的 是根据RGP的收链速度 而且的话呢 我们现在是指点O 但实际环境中间 如果是EBGP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是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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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台路由器 建EBGP0G 你要是这个环境口 当了以后 是不是要经过很多路由器 才能传过来 对不对 那也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 我们先看看BFD能不能做 BFD能不能做 试一下 BFD 接口 BFD 哎 敲不了呢 啊 这是环境口0 直连接口 BFD interval 50 minimum 50 maniplier3 这个好像敲过了吧 接口 啊 应有了 我们再敲一个 neighbor 2.2 forward bfd 你还能敲上去啊 这以前的ROS是敲不上去的啊 反正是不工作的 以前的ROS BFD forward bfd 工作吗 你售bfd neighbor能出来吗 出不来的看到吗 因为 bfd主要是给直连邻居用的 不是给多条邻居用的 那多条邻居的话该怎么办呢 啊 多条邻居该这样做 就是新的ROS 中间啊 多条邻居该这样做 neighbor 2.2 forward bfd 后面敲一个 multi hop 多条邻居 多条邻居 ROS 这边也是要 neighbor 1.1 forward bfd multi hop 这个实际上应该是第二步 不是第一步 第一步是设置参数 对不对 第一步设置参数 你show bfd neighbor 有没有啊 没有了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参数没有设置 参数是不是在直连接口设置的 就不能了 因为直连接口下面 只是判断直连的这个接口有没有到 现在你判断的不是直连接口 判断的是什么 是另外的间银具的接口 那听懂的意思吧 所以说你就不能在直连接口下面敲了 啊 就是直连接口的那个参数 只适用于直连接口啊 那我们现在在敲的时候该怎么敲 这样敲 叫做bfd map 映射 ipv4 ipv4什么呢 什么条目 比如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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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4 原是什么 1.1.1.0 比如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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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吧 到32尾 原是1.1.1到32 template 然后template怎么写 bfd template 比如说moneyhop a 在这个a里面 你要设置参数 interval 比如说50 对吧 不是啊 是boss boss呢就是传输和接收都是50 都是都是这个值 当然你可以敲这条命令 minimal传输50 minimal receive50 这是不是跟咱们那个一样了 modiplayer3 show run section bfd 你看一下 我把这个我的给删掉啊 把这个我给删掉啊 这个我给删掉 这个我删掉 show run section bfd 好首先呢我们在这个bfd template里面 是多跳的吧 对不对 是 间隔是什么 最小的是50 50 然后他给谁调用 2.2和1.1这个调用呗 看到没有 2.2和1.1这个调用 可以记一下啊 1.1 1.2 0.1 1.2 1.2 1.2 1.1 2.2 嗯 2.1 2.1 1.2 1.2 2.1 好了吗 好了没 这个能看懂没 能看懂吧 这是2.2和1.1互访的时候 我们参数呢 按照这个BFD template 这个里面参数来 对不对 这参数呢 就是5050 好这边也是一样 R我们一样做 BFD template 多跳的A 这个里面 interval Bose50 这能看懂吗 而且他还可以做什么呢 还可以做认证 还可以记录单品的这个数值 很关系 他可以做认证 还可以做单品的数值 认证我们这位30不做了 先做基本的 然后呢在BGP里面 不是不是BGP 是BFD map 然后呢 IPV4 元 啊目的是1.1 元是2.2 然后呢 A 对吧 然后呢 那你收让 section 那你收让 section rb 在BGP里面 敲一个BFD moneyhop 只能看懂吗 敲完以后 你收BFD neighbor 是不是又可以收断了 收BFD neighbor 是不是又可以收断了 只能看懂啊 OK OK 我收BFD neighbor detail 看一下 没问题 这跟我们现在这个基本一样了 对吧 那么看一下操作啊 看一下操作 我把其中一个断掉 啊 另一块盗了吧 是不是两端一起盗 两端一起盗吧 我们再看看forward 啊不是BFD的啊 就看forward 先把nose down nose down呢 邻居康也会起来 我看看forward 试试看啊 起来了 router bgp1 neighbor 2.2 forward不是BFD了 就是forward了 r这边neighbor1.1 forward 就不是BFD了 你看懂吗 收让section rb 哎 我把这个去掉 那两个都就是 去掉 应该是router bgp2 no 去掉 neighbor2.2 forward bfd nose down show run section rb 现在就是forward了 对吧 这不是BFD啊 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的区别 show run section forward 对吧 对吧 好 那现在我把1段当了 rubike 0 撤到了 680撤到了 对吧 那r这边是不是检测的当了 r检测的当了吧 阿姨有没有检测的 阿姨没有吧 为什么 就是因为 fall over 是检测对端的这个neighbor后面那个地址有没有失效 如果neighbor后面地址失效以后怎么办 把邻居关系给当掉 也就是说当我这1段当了以后 那谁能检测的 是我自己能检测的还是对端能检测的 是不是对端啊 因为对端路由表里面没有这条路由的 所以说把这条邻居给删了 但是你阿姨会不会把这个邻居给当了 这是不会的对不对 这是不会的 但是bfd 那就不一样了 你把1段当了以后 两端会一起当了 不一起去重新选择最优的路径 bfd叫什么 b叫什么 对 by 搞错了 by directional 对吧 forward detect detection 对不起 双向转化检测 对吧 forward的话呢 他就是断掉以后 他只能一边会切换 另外一边会不会切换 他还不会 还得等 对不对 他还得等 所以说哪种最好 bfd最好 对吧 但是呢还是一样 ebp呢 可能更好一点 ibp呢最好少用 为什么 因为ibp它的路径可能比较多 那听懂 那听懂又怎么 路径可能比较多 一旦一条路断了以后 很有可能 他从其他路径 还能够很快的就学习到 如果说你把它刷浪掉以后 他说邻居关一当了 你路又得重新学习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 邻居关也得重新建 那这是收连又比较慢了 所以说呢 最好的方式呢 还是在哪哪个地方用啊 对 ebp多跳用 ebp多跳用 他的配置 多跳的配置 多跳的配置几个步骤啊 三个步骤 对吧 第一个步骤 写那个bfd的参数 这个是在哪个里面写 是在叫做bfd template里面写 对吧 第二个呢 是bfd的map 这map里面呢 你要写好 元是谁 目的是谁 元目 然后呢 第二种参数 第三步呢 就是在路由协议里面 去调入bfd 这就是多跳的这个 对吧 里面回去 用里面OS做 可能这个是做不了的 对了啊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JS3是做不了的啊 JS3做不了 因为JS3一做bfd就死机 一做bfd就死机 又 做不了 你只能用其他的做 行 那我们bfd就讲完了啊 bfd这块就ok了啊 好 好 那我们 进来